自唐多人爆红开始, 苏贤大逃杀的游戏便开始在玩家社群中爆红了起来, 由网易发行的弹载派对也因此成为了成功例子。 就在2023年尾,腾讯推出了一款苏贤经济大逃杀游戏《圆梦之星》, 很明显可以看见网易旗下弹载派对的影子。 腾讯加入之后唯一为弹载派对带来压力, 因此《圆梦之星》突袭战与弹载派对防卫战也就此打奖, 双方想尽办法争取玩家们的注意。 那么这其中双方他们又为了吸引玩家做出了什么事呢?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腾讯与网易之间的对决, 相信对有注意中国游戏市场的玩家来说也以司空见惯, 像是敏锐之后与灵明觉醒, 还是慌烈行动与绝地求生。 这些游戏都算是双方之间拼搏的产品。 在2020年有唐多人爆红之后, 网易在2022年5月发布了玩法相似的弹载派对游戏, 经过它们与玩家共同发展, 弹载派对得到玩家视群极佳的反响, 游戏也成为了网易史上一日用户最多的游戏。 故事创始人丁磊更是表示他会更注重弹载派对游戏发展, 说出打算向梦幻西游长期经营的宏愿, 然而腾讯看着网易盆满钩满, 决定加入战局推出了游戏体系相反的圆梦之星, 来打对台而引起争议, 同时也让网易的宏愿感到压力。 面对玩家人潮的拉锯战, 网易腾讯各出起招, 想要吸引玩家的眼球。 那么他们之间又做出了什么行为来吸引玩家呢? 今天玩家机密将与玩家们分享, 带着派对与原梦之星之间发生的竞争事件。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大家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也没错过我们的更新哟。 弹载派对自2021年中封闭测试以来, 与玩家们共同发展, 让游戏的体系慢慢成熟。 随后游戏慢慢加入多元的玩法, 让玩家们游玩, 像是一般糖多人的竞技玩法, 吃鸡还是背影弹枪战模式等, 从而吸引更多的玩家。 此外, 凭着开发商提供弹载玩家们 知识新地图的机制, 慢慢的弹载派对里的地图越来越多元化, 玩家产出许多精美有趣的地图 让其他玩家们游玩。 游戏中地图制作的自由性也非常的高, 像是玩家具有做出Early Up地图, 让玩过的人都占不绝口, 痛不欲生。 另外, 我们也能看见游戏的全画面值提升, 像是一开始游戏角色 只是一颗穿着内裤的蛋黄, 官方也在之后推出了许多漂亮的皮肤, 此外还推出了各种联动, 像是第五人格, 喜洋洋等。 在开发商与玩家的共同经营下, 淡载的社群也更加的牢固, 得到了一群中介的玩家粉丝。 自2022年5月上线之后, 经过一年左右的打拼, 淡载派对在2023年6月, 达到了一日活跃用户有着3000万人的好成绩, 在8月10后也得到12月的佳绩, 但这4月活跃玩家人数与玩家自信地图有破译的记录, 可说是手游派对游戏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可虚就在数月后, 腾虚在2023年12月15日, 发布了《圆梦之星》加入到手游派对市场时, 他的出现为刺杀市场的淡载派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圆梦之星》玩法, 酷似淡载派对, 不只是玩法, 像是进走模式, 缺机还是生化等全部都有, 而且也有让玩家自信地图的机具。 此外, 像是地图和服装也被玩家们认为有些地方是近乎一样, 因此淡载派对的玩家们纷纷批评原梦抄袭淡载。 虽然有玩家分析游戏有着自己的特色, 除了画风不一样以外, 两者操作起来手感不一。 像是淡载里的箱子自由性, 就是让被玩家拿来与原梦的云朵对比。 虽然游戏有些许的不同, 但是游戏在探之下还是有组成相似, 因此原梦自信的发行也为腾讯逛上抄袭的标签。 有玩家批评原梦抄袭淡载, 也有人指控淡载率先抄袭腾讯所取股的公司Epic Games的糖豆人, 支持腾讯反击挑战弹载派对。 虽然现在双方一位游戏相似引起游戏粉丝的宗旨, 但是也需有玩家表示可笑, 表示双方都抄袭糖豆人, 大家都是五十步笑百步。 对于这样的反馈, 头绪这种大厂早已预测, 他们直接出大招与糖豆人联动, 大胆地放出正完版权的牌面。 虽然原梦之心是真正的派对游戏, 除了表面吃漏了的宣言, 腾讯也大手笔砸下14亿元。 在各个方面,像是游戏的代言, 联动, UGC也就是玩家工坊做出投资, 正面与网易对抗。 除了原梦之心在发行的时候, 会送出王者荣耀的联动皮肤, 以及大量的福利, 像是千道之中11抽以外。 随后还有推出与大牌IP蜡笔小金联动, 之后更说为推出功夫熟猫与人类一败土地中版授权等联动。 其次他们也大非周章在发布会时, 邀请知名网红像是叮当嫂、老番茄、 这名玩家王者荣耀重启狼队、刺痛以及主播哥密尼董前来站台。 据报告指出, 投讯总共邀请了600位以上的明星和网红, 替原梦之心充人气。 另外,投资也利用了让当下玩家们青睐的UGC体系, 表示会无上限支持玩家们创造地图, 便成为来年度最佳创作者的玩家, 还可以得到1000万元的奖金, 激励玩家们积极发挥制作地图, 替游戏的创作者原梦。 不只这样, 原梦之心也执行了社会责任, 像是与数十间高校合作, 举办游戏创作计划, 促进游戏未来发展。 不但如此, 腾讯还举办了原梦守护活动, 加上是八首中小学建设心理咨询室, 以关照儿童的心理问题。 此外还有其他的活动, 像是提供科技产品给中学, 像是BRAR3D打印机等设备, 让他们对科技有处之心。 也有与上海澎湃新闻合作, 加上海都市的元素融入到游戏地图中, 以达成对外宣传的效果。 再加上他们也举办了太空畅小的活动, 进入长征7号的事件, 让玩家们对宇宙产生更多的幻想与追求。 对于这样尝试的进攻, 玩意怎么能毫无作声? 看是一年来与玩家共同打造的派对游戏, 就这样被腾讯抢发完了? 对于腾讯的抄袭行文, 他们也讽刺了家园梦之心发布当天, 在公司的大厅摆放企鹅美式吧, 接应企鹅美式吧的咖啡厅, 推出套餐美式咖啡与企鹅饼饼干, 玩家们认为是他们暗指舌腾讯的QQ企鹅, 表示设他们喝着咖啡吃企鹅, 反复暗示设他们不会心意示弱, 这也让网友们不禁回想到之前, 暴雪树叶世界而推出了暴雪绿茶, 不如出世萌之意不再久的隐喻, 网友如此信心可能是但在派对在树叶前, 率先发布了Scratch的引入, 到他们的二次创作可以得到助力, 要他们的玩家视群更加的稳固, 可是这也只是将争的一部分, 在2023年的12月期间, 两人的对抗变得非常明显, 像是他们同月推出代言人活动, 蛋仔邀请无垒代言, 而原冒则时候让时代少年谈出面, 另外投资接着QQ微信传播审数, 同时也将蛋仔在微信的连接给拦下来, 表示连接危险从而致使流水量, 当然网易这边也做出反应, 发文让玩家小心关于单字圆梦的诈骗行径等, 各级报告, 玩家们也可以注意到双方在圆梦发布的期间, 大量提升了宣传的行为, 腾讯在发布当天有着2.7万的素材投放, 而网易却突然开大学发布了24万的投放量, 比腾讯多数加近10倍宣传分量, 此外腾讯则在直播上各式下了巧思, 让阴王者直播而闻名的张大仙直播圆梦之心, 据说每小时收入几十万, 双方可以说是都豁出去了, 有趣的是玩家还有发现到双方可爱的叫嚣, 像是蛋仔的企鹅晶晶皮肤, 与圆梦的一般般皮肤, 他们的谐音暗示着耳心心与一般般的评价, 仿佛暗地里批评对手的游戏, 让玩家感到可笑, 表示双方有着普逊无华的商战, 同性强力输出让他在发布时得到不错的反响, 游戏预言人数高达5000万人, 上线的时候各式夺下了iOS免费游戏榜首, 在收入与价载量上比蛋仔多了一些, 但是发现了一年的蛋仔没有被圆梦甩开, 由此可见蛋仔也是有一定的忠实玩家社群, 只不过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事情, 聊天群就有一位小朋友一位需要上课, 说自己来不及抢欲创角色的ID活动, 却没有想到圆梦的客服人员直接说了一句不去啊, 这句话被闯出来后, 圆梦之心就遭到了许多家长的批评谩骂, 认为腾讯是在教导孩子们旷课, 甚至有不少水军也撑着公事, 持续贬低这个游戏, 收支的游戏让小朋友沉迷游戏, 当然被爆出负面新闻的也不只有腾讯, 新闻媒体蒙果都市也爆出了 淡载派对让未成年课金的新闻, 批评卫生年近日科4000人民币的金额, 导致许多家长都批评限制卫生年的条例, 甚至一名9岁的女孩还使用了奶奶的手机充实淡载派对, 高达12万人民币的金人数额, 稍发都存在着诸多争议, 却同时也吸引了不少玩家入空, 随后的几天稍发在各层面上的较量, 包括福利、博动以及玩家的互动等都不分上下, 但是淡载玩家数据却是略胜新发起的圆梦, 即使如此, 圆梦的成长并没有因此消退。 根据近期的消息, 圆梦之星在1月25日表示他们成功达到8000万玩家人数, 游戏增长的速度非常惊人。 另外一头, 淡载派对则是发布了除夕夜活动有4000万人同时上线的新闻, 双方可以说是打得火热, 目前玩家也是封城了两个群体, 替自己喜欢的游戏给予知识。 当然也有玩家吃瓜看戏, 根本不在意学赢谁输, 因为双方竞争发福利, 受益人懂得是玩家。 虽然淡载与人梦有着抄袭争议, 引起玩家社群的讨论, 有人表示淡载抄袭讯堂多人为先, 也有人认为是圆梦抄袭淡载, 因为腾讯有把缺的问题, 玩家们也说不上到底是谁抄谁。 玩家们对这次抄袭争议有什么看法呢? 至于游戏人气的拉锯战, 现在也只是刚刚起步。 但是根据1月的数据来看, 原星之梦的成绩虽然在一开始超越了淡载, 可是之后玩家人数却大幅下降, 而淡载则是有着稳定的玩家流量, 并没有因为原星之梦的攻势而直接造成影响, 也许是淡载派对经过时间与玩家建立的UGC 维持了玩家流量, 也许是因为原星之梦的游戏刚刚起步, 游戏还没能升得玩家人心。 可是腾讯为了圆梦之心, 大飞周三花了大笔钱财和人力, 其结果还是败给了已发行近两年的淡载派对。 而且淡载还在新出活动时创下热火玩家新高, 更是讲述了淡载的实力。 不管怎么样, 2024年想必是两款游戏打得火热的年份, 也许淡载会碾压原梦, 也许原梦会突然飞升超越淡载, 那么接下来双方还会插出什么样的火花? 玩家们又认为他们之后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 意外现在只需一元加入我们的Patreon, 每个月都有游戏相关的giveaway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